女排全明星赛下周末举行 红蓝对抗王宝全蔡兵挂帅 北京时间12月4日消息 中国排协官方发布了 举办2021-2022 中国排球超级联赛女排全明星赛的通知 女排全明星赛将于12月11日-12日 在广东江门体育中心举行 本次全明星赛仍将采用空场封闭的形式进行 全明星阵容分为红队和蓝队 分别由天津女排主帅王宝全 和江苏女排主帅蔡兵带队 每队各由14名选手组成 入围全明星赛的23名队员都是本土选手 今年排超联赛的四大外援拉尔森 金阮景 瓦尔加斯和地检博斯科维奇并不参赛 红队和蓝队将在全明星赛中进行两场对抗赛 当红蓝双方各胜一场时 将加赛决胜局获得该局胜利的一方为最终获胜者 中国排球联赛上一次举办全明星赛 已可追溯到2018-2019赛季的排超联赛 当届比赛于2019年3月24日 在深圳举行了全明星赛 今年是全明星赛停办两个赛季后恢复举办